剪一根17厘米的铜丝 对着穿一颗珍珠 捏紧珍珠下面的铜丝之后 了紧铜丝固定 一共做6颗 然后把叶子保成三片一组的 再剪一根17厘米的铜丝 穿过金属树叶两圈固定 然后绑到一组椰子上 再绑三颗珍珠 珍珠是中间长两边短的 把下面的铜丝保长 线头打结固定或者抢到铜丝里面 把另一组叶子也保三颗珍珠 然后把两组叶子分别绑在花朵两边 金属树叶在中间的位置 金属露出来多一些比较要看 金属露出来的 金属露出来的 然后把下面的头丝绑长一些 把花杆修剪一下 剪刀要斜着修剪 要在一个地方剪断了 花杆的长度和胸针长度差不多就行 把缠好的花跟尾部折叠起来 用线缠住剩下的部分 打结一次固定 然后把花朵弯折一下 把飘带斜着对折 用胸针穿进去 胸针的珍珠是可以拿掉的 然后把花朵绑在胸针上面 花朵在圆形花片上面 大概绑到胸针一半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在胸针和花杆之间 反复多缠绕几次 最后打结三次固定 再调整一下花朵就可以了 底下小 dos 勇点减聚 这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